今天要帶大家來到羅湖這一邊 由國貿站步行過來 約望是5分鐘左右的一間蒸海鮮餐廳 這間餐廳叫做清逢海上撈 除了蒸海鮮、肉類和素材之外 它這個蒸氣鍋的下方其實是一個竹底 到底這間蒸海鮮店有什麼東西吃呢?味道又如何呢? 還有最後竹底到底好不好味道都非常重要 正式介紹這間餐廳之前 我先教大家如何遊羅湖的國貿站 可以走到過來 好 國貿站E出口 出了來之後向前方走 這個方向一直走 反正沿著這條路一直走到火車軌的位置 右邊有一間藍藥商業燈泊 這裡是嘉賓路 你必須要過前方的火車軌 其實就是現在看到對面的亞朵酒店 終於走到了 這個燈比較久一點 來到這個位置 左手邊就到了 就是這裡 清逢海上撈 正式的門口位就在另外一邊 也就是現在畫面看到的這個方向 好了 我們到了 既然是以精海鮮為賣點 那餐廳裡面當然就有很多活海鮮放在這裡 大家可以在這個畫面裡面看看 貝類 龍蝦 甚至皇帝蟹等等都有的 當然這間餐廳不是任吃的自助餐廳 它是每個份量設到剛剛好一個套餐 吃活的精海鮮這樣計算 最重要就是食材夠新鮮 大家都可以在這個位置看一看海鮮是否真的夠新鮮 譬如說貝類我走近一點 它真的會射水到我的腳 反正是三晚到一個點 至於飲品方面 由於這道精海鮮 可能是三五師傅聊聊天 對杯啤酒的地方 啤酒選擇不少 另外你說是兒童要喝的椰汁 汽水等等都會有 現在還有端午節的種 去這裡有很多款 我們一會兒都可能會算透一下端午節的種 另外除了海鮮之外 這裡剛好我到埠的時候 雖然剛剛過了端午節 不過它還有種賣 到底最後我有沒有帶走這種 大家可以猜猜 我在影片尾段再開猜 另外關於這間餐廳的環境是怎樣 我們坐那邊就是一個玻璃落地的位置 採光會比較好一點 整間餐廳也說得上是相當寬落 另外還有二樓 我當天沒有上二樓拍攝 如果你人多但又想自己靜一點 圍來一班朋友聊天 其實在一樓位置都有兩間的包房 現在畫面所見的就是 其實在正式開著蒸氣爐之前 是需要先放米 因為下面這個部分之後就會變成竹 先來有一些前菜 包括雲耳和葉製造的蘿蔔 酸酸的口味令到你可以開胃一些 現在幫我們調 若然你說不懂得調 他們的人員都會幫你調一些適合你口味的醬料 當天安排了兩款的套餐 價錢也有分別 這款是198元的二人餐 價錢比較經濟實惠 除開每人都不用100元 裡面已經有蠔、鮑魚、青口 還有一份尾背 還有一些比較大隻的基維蝦 雪花豬肉、鵪鶉蛋 還有潮州粉果 還有一份蔬菜拼盤 剛才提到安排了兩份套餐 另外一份是398元 稍後才會告訴大家有什麼吃 現在先看第一個套餐 有一樣東西它安排得不錯 雖然它本身已經有一個自動式的玻璃罩蓋 但是它為免機維蝦放進去的時候 紮紮跳或者是跳過來 有些水彈到你 它是先拿一個膠盤 先蓋住 差不多才把膠盤拿走 正如大家在畫面所見 在半熟狀態的時候它先拿走膠盤 接著再要蒸多一輪 店員都會先幫我們把蝦鮑上來 因為這個盤就要再蒸其他東西 大隻的基維蝦燒到紅薄薄 相當吸引 下一盤要蒸的就是脆魚腩 另外蝦都開始去撕 很熱啊 我撕吧 它是很有彈性 新鮮 說這麼快 脆魚腩就已經是做好了 看上去都相當雪白 到底味道是怎樣 一會兒告訴大家 第三份就是尾背 尾背的尺寸比沙帕小小 現在我先試一試頭幾樣給大家看看 它跟我之前吃過的火鍋 除了說不同 蒸出來沒那麼爽彈 不過比較嫩滑 我覺得也是很值得一試 這是我自己吃的 這是我自己吃的 很鮮很大 雖然它很大隻 但是這個蝦夠鮮 夠鮮 蝦味非常之濃 我現在要試蒸出來的脆魚腩 魚片 大大塊魚片 這個應該也要吃東西的 不算是 啪啪聲的 但是很滑 很嫩 另外一種魚片 和一些脆肉滑的質感 尾背 比較細小一點 哇 鮮得很厲害 裡面的水分很飽滿 可能因為蒸的關係 這個也是要趁熱 動作已經有不同 我相信 接著就是鮑魚和蠔 很殘忍 拍攝最後的爭拆 雖然它們沒有蝦那麼厲害 嘗試套餐裡面其他食物 包括蠔和鮑魚 好熱 蠔剛剛燒好 蠔剛剛燒好 蠔和鮑魚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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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加汁了 裡面飽滿到 哇 哇 說不定很熱 它不像那些燒烤蠔 放的那麼濃 但是正正因為這樣 蠔原先的原味 是吃得比較多些 好了 鮑魚 嗯 這個肉很棒 第一個套餐的尾段 還有一些雪花豬肉 其實這些應該是豬頸肉 也是油份好足 看起來肉質就很棒 充滿了汁 很有油脂的豬頸肉 嘗試一下豬頸肉 哇 很嫩 而且汁也醃得很棒 唯一小小的不足就是 肉裡面的油份太高了 味道不算融得很厲害 好 好 聽一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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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這個餐有泥曼和扇貝 一樣有尾貝和中鮑魚 另外那份豬肉就換成文昌雞 由於鮑魚和尾貝剛才已經試過 所以這份是398 這一段我只是拍攝一些全新的食物給大家看 蒸到熟悉的波士頓龍蝦相當漂亮相當香 而它也有一個很好的服務 就是除了身體的部分之外 譬如蟹鉗這些位置 它有專人幫你剪開它讓你容易吃 由於也算是這個餐裡面的重點 所以我就先試這個波士頓龍蝦給大家看 蟹鉗是超飽滿的 我試試第一口就這樣吃 不放任何醬汁都很鮮 蟹鉗肉 淡淡肉 最好的地方是有人幫我開 龍蝦肉 龍蝦肉就... 它也有膏的給大家看看 那... 這些龍蝦試過尾部吧 尾部的肉淡淡肉有夠彈 不放東西就這樣 好彈 好滿足 哇... 龍蝦之後就到鮑魚和條魚 我個人覺得鮑魚是比第一個套餐裡面大隻一點的 好... 好... 有一條魚 這條魚呢... 它不是... 它不是魚那些好像蒸魚那些亂的 它是... 小片小片小片的吃這個魚的感覺 就對比之下差一點點 另外如果這個餐裡面我都會很喜歡它的鮑魚 因為都是一口兩口的放進口 全部是淡淡肉的 我多一點點 這個我覺得要蘸一下醬 對... 對... 另外再說一下鮑魚這些呢 它都會有專人幫你分號 譬如說不要的位置都會幫你剪開來的 所以一個套餐已經試過鮑魚的了 彈力就十足的 兩款鮑魚都是漂亮的 最後呢... 試完它這隻貝類 它寫就是扇貝 但是看樣子好像不是就這樣叫扇貝 它好像有另外一個名字 不過不要緊 大家知道是這隻貝類 蒜蓉味粉絲 脆脆 對... 吃它的那個... 吃它的那個蒜蓉呢... 夾出來的那個味 好坦白說 這個貝類肯定的味道就及不上鮑魚和蠔了 另外如果說鮮味呢 尾貝應該都比這個高很多 大家的整法有點不同 但是尾貝是吃到一個很明顯的鮮味 接近尾聲時間 就到了這個文昌雞 文昌雞份量相當不少 再加上太太和兒子呢 在這個時間已經飽飽的 對於吃文昌雞就一半半了 所以呢... 我就吃了大部分這個文昌雞 試吃給大家看 嗯... 好嫩啊 不用蘸汁啊 本身有完美 真心... 完全不需要蘸汁的了 本身這個文昌雞呢 都已經醃了有味 原來是這樣子 對... 它就是... 單純蛋加到它這個... 如果大家有小心留意 其實這個套餐裡面 是有這個暗醇蛋 還有有菇 原來呢 它是這樣的做法 好像那些精美的甜品 這個做法我覺得相當特別的 味道一會兒再告訴大家 是怎樣 我想呢... 拍完它的甜粟米 還有那些素菜呢 去怎樣蒸給大家看 先去到最後 我們先呢 逐部分去試給大家看 另外還有一件事的 就是我呢 要求它們呢 是加一個 端午節的種給我 那因為呢 我是說我會買它的種 還有拿走 這個是我另外買的 那基於我們的蒸爐 一直都在用很忙 它是另外一個的蒸爐 就蒸了這一種給我們吃 那種的味道是怎樣呢 一會兒告訴大家 先說了甜粟米 由於我很飽了 我試其他東西 我就沒有試甜粟米 但是太太試了 她說是非常甜的 加上太太本身 很喜歡熟米的人 那這個鵪鶉蛋加菇 整好之後 蒸好之後 是不是很漂亮的甜品呢 我吃不到什麼菇味 我可以吃到很濃烈的蛋黃味 現在吃到菇味嗎 它是被蛋黃味遮蓋了 我之前還沒吃過一塊這樣的東西 其實它跟一塊呢 就是你那些鵪鶉蛋煮熟 它這樣煮熟的那種呢 是很接近的 不過它劈開了 蛋黃一模一樣 沒看到的 好 我試了一些清蒸出來的菜 應該是很淡的 健康到不得了 蒸熟了的菜 可以說是健康到不得了 不得了是上海話來的 我以前經常聽母親大人 和上海親戚說電話的時候 都會聽到這三個字 真的很健康的菜 其實口感也不錯的 最後我們剛才那種種已經可以了 也要打開它來試 可以告訴大家 裡面是足料的 但是太小了 我們一家三口都覺得 這種種是非常好吃 它的蛋黃是流黃的 很爽 不是不是不是 是流黃的 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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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鹹蛋那種就可以了 我們試過 都是覺得鹹蛋 是性價比最高最出色的 還有一件事 就是竹底方面 竹底 其實後面 它是要加一點東西 去調味 也會加一點海鮮味 但坦白說 海鮮味不會太濃 千萬不要誤會了 它是所有海鮮的味道 全部進去 不會是那種效果 但它本身加了調味料 其實竹也是很有味 很爽 也有味 但又不是那些 很濃烈的 蒸海鮮的味道 它是那些鹹鹹的 作為最後 清一清的口味 但它是偏鹹的 但其實都不用豉油 本身都很鹹 很重要豉油 鹹的 但是跟竹底 我覺得還是總配 我覺得總配 我覺得總配 來到這裡 正常已經很飽了 這個竹 其實味道不差 不過我還是吃了一小碗 你猜猜誰吃得最多 是我兒子 竹竹吃了三碗 我也很佩服它 為何到最後 還可以吃到三碗 是竹的味道太吸引 還是怎樣 本來兒子戰鬥力氣 還不可以吃到一碗 三碗 你應該覺得是有味道 你加這些就覺得很棒 對 反正這些都沒有 剛才我們試了一個粥 試了一個粥 不錯 我們現在想叫這個109 鮑魚粥 鹹蛋粥 潮州粥 各兩個 剛才試的鹹蛋粥也相當不錯 雖然小一點 但裡面的材料 鹹蛋做得很好 我們現在去買了 好 我就買這一碗 你好 鮑魚粥是吧 這個 六個粥 對呀六個粥 來六個粥 嗯嗯 一份是吧 對呀 就這個109 直接拿個禮盒 好 吃了 好了 今集位處於羅湖國貿站 走到過來的 青鳳海上拌精海鮮的餐廳 就介紹在這裡 那我個人覺得呢 其實第一款呢 就二百元內的那個 雙人餐呢 是比較吸引一點的 性價比是高一點 就是你不要算 說你喜歡吃龍蝦 先因為那個呢 是貴一點的餐來的 你只是算性價比 第一個餐會高一點的 那當然如果你想試 波士頓龍蝦 又不介意比貴一點的 第二個餐都絕對可以考慮 都不是真的很貴的 你最重要是 其實兩至三個人吃都夠了 那但是呢 我自己發現呢 在美團那裡 可能它的價格 會因應的時間 會有變化 或者有浮動的 可以自己注意美團那裡的套餐 是什麼價錢 有機會和我這條影片是不同的 那若然你到場的時候 還有一種買 我真是建議你 可以外帶這一種回去 雖然小小一點 但是相當不錯 那今集的分享來到這裡了 有什麼意見 發表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是自家兄弟阿湯 下條影片再見 下條影片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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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謝謝 感谢观看